随后救援人员再次冲进了平房 找回了老人仅有的四百元积蓄 消防队员勇闯火海 终于让老人化险为夷 现在他已经被儿子接走 希望他能够安享晚年 通过这件事也是要提醒那些平房住户 生煤炉的时候可一定不能大意 既要防止煤气中毒 也得防止发生火灾 前不久大兴区的一栋神秘公寓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前一段时间 在大兴区西红门某村 每天都会有陌生人进出一栋公寓 经过调查 民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